Presandé的意思是介绍 Presandé的用法是Presandé-Galgan A-Galgan 它的意思是向某人介绍另外一个人 第三个动词是一个代词式动词 这个动词叫做Satole 它的意思是名字叫什么 如果说Je Nadelle Pierre 它的意思就是我的名字叫Pierre 下一个是名词Professor Professor的意思是教师或者是教授 注意Professor这个名词总是一个阳性名词 即使这个老师这个教授是女性 仍然是UnProfessor LeProfessor仍然保持阳性 下面一个单词仍然是一个名词Université 它的意思是大学 下一个是形容词Bienvenue Bienvenue的意思是受到欢迎的 它的阴阳性发音是一样的 下面一个是国家名Shine 注意这是一个专有名词 Shine的意思是中国 当我要表示在中国的时候 根据我们上一课讲过的内容 前面应该加介词 Un Unshine 在中国 下一个是形容词 Unher 注意 Unher这个形容词的阴阳性变化比较特殊 它的阴性变成Unher 也就是说词尾的X要去掉 加上S Unher Unher的意思是高兴的幸福的 下一个是动词Gonet Gonet的意思是认识了解 下一个名词是Gonet Gonet Gonet 跟Gonet的意思是相同的 同样表示认识了解 但是对它们的词性不同 Gonet是动词 而Gonet 是一个名词 有时候Gonet 也有知识的意思 下面一个名词是Goleg Goleg的意思是同事 那么Goleg这个单词到底是阴性还是阳性呢 这不一定取决于这个同事 到底是男性还是女性 下面一个形容词叫做Enchanté Enchanté的意思是高兴的 喜悦的 欢乐的 下面一个名词叫做Departement Departement这个名词 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含义 如果用在学校里面 Departement是学校里面的一个院系 但是在法国的行政管理体系里面 Departement是其中的一个省 法国一共有96个Departement 也就是说它一共有96个省 下面一个是名词Lithérature Lithérature是一个阴性名词 它的意思是文学 下一个是形容词Hadi Hadi跟我们刚才学的Enchanté 以及Eher 这几个都是进词 它的意思同样也是喜悦的高兴的 下一个是形容词Name Name的含义表示相同的 同样的或者是自己 例如Mohamem Mohamem的意思是我自己 下一个是数词 Toi Toi就是三 下面一个是名词Anne Anne在法语里面是年或者是岁的意思 例如如果说 Je vingt ans Je vingt ans 的意思就是我今年二十岁 如果说Je t'en d'un 那么意思就是我今年三十岁 下面一个动词是 Hermercie Hermercie的意思是感谢 感谢某人 在向对方表示感激的时候 可以说 Je vous remercie 意思就是我非常感激您 下一个是副词Vogu Vogu的意思有两种 有时候表示数量 有时候表示程度 表示数量的时候 Vogu的意思是多 表示程度的时候 Vogu的意思是非常 狠 下一个是动词 Aquire Aquire的意思是迎接 欢迎 下一个名词是 Aihoi Borg Aihoi Borg的意思是 非常 下面一个是形容词 Je t'e Je t'e 注意这个形容词 阳性单数的时候 发音比较特殊 要发Je t'e 也就是说 词尾的I l 是不发音的 这一刻我们学习的 最后一个单词 叫做Borg Borg的意思是 分 部分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 我们在对话里面 遇到了哪些 比较重要的句型 首先第一个 比较重要的句型 叫做 Suae Bienvenue Anchine 这句话的意思是 欢迎您来中国 当然 在这句话里面 我们可以把Anchine 换成其他的地点 例如 Suae Bienvenue A北京 欢迎您来北京 或者 Suae Bienvenue A Paris 欢迎您来巴黎 我们在这一刻 要掌握的第二个句型 叫做 Permettez-moi de vous présenter 这句话的意思是 请允许我 向您介绍某个人 Vous présenter 的后面 要加这个人的名字 例如 Permettez-moi de vous présenter Monsieur Dubon 请允许我 向您介绍 Dubon先生 或者 Permettez-moi de vous présenter Ma femme 请允许我 向您介绍 我的妻子 好 下面我们进入互动 练习环节 请两位同学上来 跟我一起做练习 好 我们这两位同学 今天是初次见面 请这两位同学 互相自我介绍一下 Bonjour Je m'appelle Jule Bonjour Yetui Ushango Ravi de faire Votre connaissance Moi de même Merci 谢谢两位同学 好 下面我们进入 这一课的最后一个环节 走进法国 在法国 如果我们初次见面的话 我们可以说 Enchante 非常高兴认识您 Ravi de m'enchante 很荣幸见到您 或者 Bonjour Monsieur Bonjour Madame Bonjour Mademoiselle 您好先生 您好女士 您好小姐 如果是介绍别人的话 通常情况 是把身份低的 或者年轻的人 介绍给身份比较高的 和年纪比较大的人 把男子介绍给女子 把主人介绍给客人 这是比较符合礼节的 对于我们不清楚 已婚未婚的女性 年纪比较大的 应该称呼Madame 年纪比较轻的 应该称呼Mademoiselle 如果有错误的话 他们会主动修正你 好 那么在这一课里面 我们学习了 法国人自我介绍的方式 谢谢大家 Merci Au revoi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